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选手打起精神 东山河水岸马拉松运动 邀请罗东镇 树林社区银保太鼓队 带来振奋人心的鼓动 好 各位现场的选手 也可以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 6100魂 来 我们到我们活动现场的选手们 一起一起跟我们一三美的世界 我们所有的老师一起来 动动我们身躯 好 到我们身躯活动下 待会可以要 增加到更好的运动成绩 加油 由体育署支持的运动爱台湾 东山河水岸马拉松运动 今年迈入第12年 来自9个国家 17个县市 爱好路跑民众 天还没亮 就聚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广场 一起热身 今年报名的参赛者相当踊跃 将近有2000人 要一起踏上美丽的水岸路跑旅程 我们有来自国外9个国家队区的选手 我们的外线市的选手 也占了我们这次比赛的将近一半 因为我们总共有1970位选手 我们县内的选手是991位 外线市的选手有979位 我们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 欢迎你们 那谢谢大家 又踊跃的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比赛 为了各位跑在最安全的赛道 所以我们前程在自行车道上面奔驰 没有红利灯的指隔 让你们的尽情的享受 也可以尽情享受 如果不急着得奖 起平次的话 你们可以慢慢的欣赏 我们东山路水岸两岸的美丽景色 公司部门赞助单位 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今年的天气适中 对跑者突破往常记录十分有利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长简信斌 特别赶来为大家鼓励 并欢迎各国各县市爱好路跑友人 来好山好水的宜兰 从事休闲运动 我们希望今天的活动 有同色性 我们在这么好的风景 普遍性 这么多参与 同整性 就是结合我们的各个单位 希望全民运动 大家健康 再次祝福 倒数时刻即将来临 半马和全马选手 在起跑点集合 从空中看去 人潮众多 可见这项运动受到欢迎的程度 倒数十秒 选手就位后 开始展开水岸路跑的长征 三二一 紧接着是剑跑组的起跑 许多民众响应本次活动 参加了剑跑组 要一览东山河之美 三二一 二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出发的是乐活组 只见老老少少、亲朋好友 都将第一次的路跑出体验 献给了东山河水岸马拉松运动 3、2、1 由于有相当多年的经验 加上选手对东山河水岸马拉松运动的热爱 为确保行进时的安全 主办单位宜兰县罗东镇体育会 十分贴心地规划 全程在自行车道上进行路跑 让跑者无安全疑虑 一路向前行 全马斑马的路线前半段 从东山河堤往清水大闸门的方向 沿途由五节乡社区巡守队协助交管 来到东山河和南洋溪口交界处 可以一边欣赏海口风情 还能看见一年比一年美丽的蓝洋溪盘 加油 哇 折返了哟 韦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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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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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半马选手在接近国道五号前折返 这时候有几组前段选手 迈开步伐开始角力 加油 加油 赞赞赞 辛苦 辛苦 哇 用用用 全马选手才过一半 但沿路的风景却越来越赏心越目 从蓝阳溪河堤跑到罗东溪 经过歪载歪桥 冲回自行车道 途中有许多补给站 供选手补充水分 来自国外的选手都十分有感 全马路线风光明媚 来到全国最美丽河川的安农溪 一侧是潺潺溪流 一边是绿荫树林 跑到安农溪折返点之后 令人身心舒畅 辛苦 哦 女生第一名 你是女生第一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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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一名 男子组方面 今天吴坤毅途中上了个厕所 但很快的以神速超越战时领先的亚军选手 最后来到终点时 吴坤毅以3小时2分51秒拿到第一名 我们的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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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抵达终点 让抵达终点 曾经两三小时 一共分53秒 恭喜我们的跑游 跑游 男子组总议 男子组总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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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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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陆续回到终点的男子组 和女子组亚军 季军选手 都获得了在场同好 热情的欢呼 女子组统一组 恭喜 大终点 我们继续3小时35分35秒 恭喜秀秀节 恭喜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颁奖典礼上 张兴桐主任委员 颁奖给本次 获得佳机的选手 奖杯和奖金 就是比赛当中 然后因为天气非常凉爽 然后也会无休的 所以非常适合 户外运动 那当然也非常适合跑步这个活动项目 所以今天跑起来 体感非常舒适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加上加油桃也非常热情 所以就创造马神机 谢谢 都很不错 去年我也有来 我去年下大雨比较难跑 那今年天气宜人 然后风景基本上 东山河风景都很漂亮 宜然就是风景美 我们喜欢台湾 我们非常喜欢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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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分 值得一提的是 一百马选手徐建顺 选择在东山河水岸马拉松 创下个人记录 东山河风景真的很优美 而且地面天气很好 然后志工也很热情 各个教导都很到位 是一个优质的赛事 如果参加一百场来讲 真的是算台湾 前面几名的主观的单位 所以有机会的话 是可以常常来参加 而且赛道真的不漂亮 然后前程 以后没有红利灯 不会给人家打到 所以我今天才能迫事 宜然县罗东镇体育会 对于今年参赛选手的表现 以及志工伙伴的付出 表达感谢 感谢你热情的参与 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选手 也创造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是在好的天气 好的赛道 以及我们有热情的 志工服务之下 让大家创造出好成绩 东山河水岸马拉松 横跨宜兰县东山河 南洋溪 罗东溪 安农溪等沿岸路线 跨足了武捷乡 罗东镇 东山乡 三星乡 边陲一带的风景名胜 对选手来说 不仅是一场路跑运动 更是一趟丰富身心灵的旅程 或是一趟丰富身心灵的旅程 或是一趟丰富身心灵的旅程 这一趟的风景 也没准备 做出生意的脸座